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腿 今天一樣要來分享三國志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那這部影片主要是想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不下一期沒有意外會登場的新靈寵 酸泥的完整介紹 同時會告訴各位 酸泥到底該不該抽 畢竟在窮期登場的時候 原本有相當多玩家 是準備把靈寵券都壓在他身上的 不過當時我有跟各位說可以再等一下 畢竟下一隻靈寵,酸泥也很強 因此我會盡可能詳細的跟各位分析優缺點 那我等等會用陸服的賬號來呈現給各位 主要是因為酸泥的效果 陸服跟日服的能力一模一樣 所以就沒有必要特地用大部分人都看不懂日服來講解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好,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酸泥的主戰技能 氣吞山河 他一星的效果是會對敵方全體造成50%傷害 接下來有兩種能力 第一個是在偶數回合的時候 同時對敵方全體武將 施加無獄效果 那這個能力會讓單體武將 沒累積恢復700點怒氣值值 會使該回合怒氣恢復速度降低10% 至於技術回合則改成對敵方全體施加無爭效果 那攜帶該效果的武將只要累積沒損失500點怒氣值 就會使該回合的攻擊時造成傷害降低40% 最多可以疊加三層 效果持續一個回合 然後以上這些效果都不可被驅散 至於升級上去之後 一到四星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傷害一樣是維持在50% 然後兩種怒氣累積的門檻降低變得更好發動 最後就是怒氣恢復速度降低從10%提升為15% 還有攻擊造成的傷害降低從4%提升為8% 只有五星開始才會有新的能力出現 那五星的效果傷害一樣是維持在50% 至於兩種效果的怒氣累積則是降低成各400點就可以發動 然後降低的百分比依然是維持在15%與8% 但是這邊多了一個新的能力 那就是當無獄的效果生效四次之後 會使該武將進入沉默狀態 導致無法使用怒攻與回復怒氣 持續到下次攻擊結束 那關於酸泥的主戰技能 我只能說真的完全不好用 首先光是無獄與無爭這兩種效果無法同時發動 就已經大幅降低整體的穩定性 更別說還要達到指定的怒氣值之後才會發動 而且發動之後降低的數值也沒有到非常優秀 然後最重要的沉默狀態 居然也沒有被設定成不可被驅散 那加上基礎的攻擊力很低 所以我目前完全不推薦使用酸泥主戰 除非台服登場的時候 讓無獄與無爭可以同時發動 或是其他能力向上調整 不然很多零充主戰都比酸泥優秀很多 所以接下來駐戰的部分 這才是我要推薦你們抽酸泥的主要原因 它的效果是 當戰鬥開始時會使我幫所有武將的怒氣降低命中提升5% 同時獲得止歌效果 這個效果不可被驅散 會持續三個回合 它的能力是 這三個回合內 武將第一次普通攻擊時 可以把對方怒氣值的15%拿過來變成自己的 然後要是奪取怒氣值 少於等於100點的話 會額外提升自己5%的最終減傷 持續到回合結束 不過單次最多不能奪取超過150點 接下來我們繼續把技能看完 再跟各位分析抽取的建議 畢竟酸泥的技能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至於二星的話 就是把數值稍微提升 但這算是一個奔水裡 一樣等等一起分析 接下來三星開始會出現新的效果 不過我們直接介紹五星就好 因為三星到五星只是數值不同而已 五星的效果是 當戰鬥開始時 會使武方所有武將的怒氣降低命中提升30% 同時獲得止歌效果 這個效果不可被驅散 持續三個回合 然後可以把對方怒氣值的30%拿過來變成自己的 然後要是奪取怒氣值 少於等於150點的話 會額外提升自己20%的最終減傷 持續到回合結束 不過如果奪取怒氣值大於150點 則會提升下次怒攻傷害20% 但單次最多不能奪取超過300點怒氣 那沒錯 酸泥的重點就是在於奪取對手的怒氣 畢竟三幻裡怒攻能不能施放 真的非常重要 尤其是控制類的效果 只要誰能先發動 就能獲得極大的優勢 所以可以破壞怒攻節奏的靈寵 基本上真的很難不強 接下來是抽取建議的部分 我們先從PVE 也就是活動的角度來看 並定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打架 但活動獎勵總會想多拿一點的對吧 那從活動的角度來看 我個人會建議所有的玩家 都可以把酸泥抽到二星 主要是因為一星的怒氣上限 只有150點而已 但奪取下來 有些角色還是沒辦法 直接達到滿怒狀態 但二星之後的情形就不同了 上限會提升為200點 但奪取怒氣之後 只要其他條件也OK的情況下 就會達成滿怒狀態 這種效果尤其是在打三盒的時候會特別出色 可以使用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至於其他刷分活動 也可以派上一定程度的用處 所以如果是以PVE為考量的話 我個人認為二星的CP值非常高 因為三星奪取的怒氣上限 還只有200點而已 雖然多了下次怒攻傷害提升10% 這點算是還不錯 不過畢竟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三星的CP值會比二星還要低很多 但是有能力的玩家 酸泥以PVE來說 直上五星也是OK的選擇 接下來如果是打架的話 我個人會推薦抗隊玩家可以直上五星 尤其是將尾體系特別重要 首先抗隊玩的就是拖延時間 而酸泥可以提升隊伍的降怒命中 重點光是奪取怒氣這點 就能大幅影響雙方的怒攻節奏 就算奪取怒氣不夠 還能提升最多20%的最終減傷 那以上這些能力 也是僵尾非常需要的效果 因為僵尾的傷害來自怒氣的累積 以及隊友的怒攻次數 所以只要對於怒氣有幫助的效果 僵尾體系基本上就屬於必備 但是滅隊的話 我認為就沒有那麼重要 只要充個兩星打打活動或是三合就好 主要是因為滅隊的攻擊節奏很快 然後就算不偷取怒氣 開局也能直接滿怒 所以偷怒這點 對於滅隊來說並沒有那麼重要 至於下次傷害增加20%的部分 老實說算是可有可無 因為滅隊能發動下一次怒攻 就代表有成功收掉對手 那這樣戰局基本上也贏了 並沒有一定要多那20%的傷害提升 雖然並不能說完全沒有用 但滅隊的助戰已經綁定一隻白虎 剩下的第二隻為了穩定性 通常也會選擇衝擊 因此酸泥的上場空間並沒有那麼足夠 那我個人是真的非常建議 大家可以把酸泥抽到二星 最少最少也要補個一星 因為對於三合的影響真的相當大 但如果你們是喜歡打架類型的玩家 然後支援又有限的話 酸泥能給你的幫助就還好 反而是藤蛇的效益會比較高 不過他們兩者的位置其實也不衝突 因為一個是主一個是柱 至於我唯一比較不確定的點就是 排服會不會為了趕進度 把酸泥跟藤蛇一起上架 還是跟日服一樣一次推出一隻 這點等公告出來之後 如果有調整我可能會再拍一部影片 最後以上這些只是我的個人見解而已 不代表一定就是對的 各位可以多參考其他人的意見再決定 那如果我有講錯的部分 也歡迎大家糾正指教 最後希望這次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火腿我們下次見 掰囉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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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